而华林市公所6号上午是在美伦大饭店举办了111年度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一共有40个人接受表扬 而华林市长魏佳贤再度以超人装扮到场 为模范父亲祝福 而各级民意代表也到现场来为得奖者献上了祝福 在舞团演出精彩舞蹈开场之后 市长魏佳贤再度以超人装扮进入到会场 为模范父亲献上祝福 市长魏佳贤说 父亲在儿女心目中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他们有如高山也像是一片碧蓝的大海 默默圈起家庭的重担 而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伟大 呼吁大家爱要及时 有一种爱不计回报 有一种爱可以有 有一种爱他的记忆可以很长久 有一种爱的思念可以很久也可以很长 这样的爱这样的记忆这样的思念 是属于伟大的爱 这种爱就是我们爸爸的爱和妈妈的爱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全天下的父母亲除了可以很幸福之外 也期盼更多的子女能够知道孝道非常非常重要 也期盼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除了尊师重道之外 还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亲 华联市111年度的模范父亲一共有40位父亲获得殊荣接受表扬 活动现场当中 各级名义代表也纷纷献上祝福 而华联市模范父亲名单由各里以及部落推荐 并且由市长魏家贤一一亲自表扬 记者刘明胜花点视采访报道